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黑暗恐怖的电影《饲养人》 影片开始 女主艾纳斯正面无声击地躺在床上 只见女医生手上拿着人工受精的针管 准备对艾纳斯进行人工受精 好让艾纳斯怀上孩子 继而缠耐 很快女医生就搞定了这一切 接着 工人连拖带拽地把艾纳斯送进了一个铁笼子里 并且锁好铁笼 这个时候 另一个名叫沙尔 沙拉的女孩被工人带了出来 工人说 沙拉如果还不能产奶就会被杀掉 反正开一枪是很容易的事 以此来威胁牢笼里的女孩们 随后 工人开始检查笼子里女孩的产奶情况 到了晚上 正在熟睡的艾纳斯 突然被一阵惨叫声惊醒过来 原来是旁边笼子里的沙拉因为怀孕要生产了 此时正在镇痛着 接着 工人和女医生带着简陋的设备进来了 沙拉被工人拖了出来 然后女医生开始接生 不一会儿 孩子生出来了 女医生失望地说了一句 是个男孩 工人随即用她那娴熟的手 将男婴扔进了灌满水的垃圾桶里 其他的女孩们也都一起痛苦着 因为他们知道 在这里 男婴是没有利用价值的 天渐渐地亮了 沙拉向艾纳斯倾诉 自己之前生了个女儿 也被无情地夺走了 沙拉紧紧抓住艾纳斯的手 她希望两个人可以一起逃走 但艾纳斯潜意识里的恐惧 使她的手又缩了回去 因为她知道 她也是这里的宠物之一 随后 女医生和工人走进来 检查女孩的身体 是否可以馋奶 工人拿着电棍 在笼子上划过 给笼子里的女人们 带来了威慑和恐惧 接着 工人用电棍攻击一个 不配合的女孩 随后就将她硬生生地拖走了 而此时的女医生 则一脸淡定 一天夜里 艾纳斯被疼痛折磨地坐了起来 下身不断流出血液 艾纳斯意识到 自己怀孕失败了 这时 一个工人走进来查看 正当她把笼子打开 准备处理艾纳斯的瞬间 艾纳斯当机立断 一脚踢倒了毫无防备的工人 并冲上前 一把抓起工人身上的匕首 直接捅死了她 其他女孩们 兴奋地给艾纳斯加油助威 艾纳斯从工人身上 拿出了钥匙 但是这么大的动静 也引来了另一个工人 艾纳斯从背后偷袭工人 并用长长的钥匙链 将她勒死 接着艾纳斯把钥匙丢给了沙拉 艾纳斯刚走出来后 就发现在一个房间内 有一个即将被处死的女孩 女孩倒地 艾纳斯赶紧低下头藏起来 接着艾纳斯又朝另一扇门查看 这次发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原来这里面 全是正在被挤奶的女孩 恐惧让艾纳斯本能地 捂住嘴巴瑟瑟发抖 接着艾纳斯走进一间屋子 发现里面全是小女孩 其中就有一个长得像沙拉的小女孩 正当艾纳斯准备将她解救出来的时候 工人突然进来了 直接把艾纳斯活生生拖走了 当艾纳斯再次清醒过来时 发现工人早已被杀 而蹲在桌子上的沙拉 正猙獰地笑着 原来是逃出来的沙拉解救了她 正当两人准备逃离的时候 女医生突然进入房间 两人当机立断 按住女医生的头 掰开女医生的嘴 一刀割掉女医生的舌头 接着将女医生的衣服 换上女孩的衣服 直接把它锁进笼子里 这时工厂老板突然出现在门外 并透过玻璃窗查看 两人藏在门边 总算又躲过了一劫 老板走后 两人赶紧往门外逃窜 画面一转 一位年轻的女孩 正在拍摄化妆品的广告 只见她在脸上涂抹完化妆品后 肌肤立马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 脸上的皱纹瞬间消失 这个神奇的宝贝被她称之为生命之乳 画面又一转 镜头出现了大量奶牛被挤奶的过程 大量奶牛在车间内被任意践踏和大量屠杀 画面不堪入目 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奶牛 在乳制品行业中挣扎着死去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同样动物的生命也只有一次 唯有关爱和善待动物 才能培植人类自身爱心无限的良性基因 善待动物其实就是善待人类自己